在台湾一个香港留学生 涉嫌性侵同样在当地读书的香港女学生 被警方拘捕 香港驻台经贸办说未收到通知 如果有在台港人求助会提供协助 由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台湾传媒报道 一个性马的香港男人 涉嫌在台北万华区的一间旅馆 性侵在台读书的香港女学生 台北警方上星期接获归名女子报案之后 派人到台湾师范大学乔生先修 拘捕涉案男人 并在他宿舍里手出气窗等物品 日前经校方同意前忙通知嫌疑人 答案说明 并经嫌疑人的同意搜索下 在其置物柜内查获空气箱以及刀屑各一只 校方说这个学生是在今年3月19日入学 学校因为配合政府政策接收学生 对于案情并不清楚 而这个男人经检方问话之后 已经住在校外 据了解这个男人去年曾经参与反修例抗争 之后到台湾经公民团体协助申请楼台 安排到乔生先修步就读 根据当地制度 他在诉讼程序内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而报案的女学生由于牵涉性侵案件 当局将启动援助程序 提供法律和情绪辅导等协助 内会说不评论案件 强调台湾是法治国家 任何人违法都会依法处理 无线电视驻台湾记者欧国琴